欢迎收看新闻英语解析 大家好 非常高兴又到我们新闻英语解析的时间了 那么这个时间最主要是针对于 国内外重要新闻来加以分析谱析 特别是国内大家所关注的新闻交流的议题 从英文这个角度 一方面能够增强我们的英文阅读实力 再一方面也更能掌握国内外重要局势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新闻英语的这个标题是什么 Ukrainian police broadcast return to long occupied city 好 Ukrainian Ukrainian就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乌克兰的 乌克兰的police 警察 警方 还有broadcast 就是广播 就是广播媒体 广播单位呢 return to 回到了什么叫return 后面有一个继续词 回到了什么地方 return 回到了一个long occupy occupy这个字呢 去外加ID是 OCCUPY 去外加ID 就是长期被占领的 它本来是动词 这个地方变成批评 被动 长期被占领的城市 Ukrainian police broadcast return to long occupied city 被占领的城市 为什么他们可以回去呢 因为大家透过最近的媒体 都知道乌军已经成功的收复了赫尔松市 那么一路的很多的人民 在赫尔松里面的人民 非常的欢迎乌军来到 慢慢的 所谓的警察以及广播单位 也慢慢的回到了赫尔松 那么这整个情形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先把它整个捏一遍 那再来做一个分析 好 Authorities say Ukrainian police officers and broadcast are returning to the southern city of Kherson faring the withdrawal of Russian troops after more than eight months of occupation the chief of the national police of Ukraine Ihor Klimekov said in a Facebook post on Saturday that some 200 officers were at work in the city Setting up checkpoints and documenting evidence of possible war crimes Police teams also were working to identify and neutralize unexplored ordinance and one separate were injured Saturday while the meaning and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Klimekov said Ukraine's communications watchdog said national TV and radio 好 那么这个是整个一个我们今天所要分析的内容 好 那我们就从前面呢 开始来逐一的来分析一下到底这个 那么他们回去这个赫尔松的整个情况是怎么样 好 那么Authorities就是政府单位 那么去外加一些政府机关或政府单位 那么这个所以说乌克兰政府 说呢Ukrainian police 那么乌克兰的这个警察 叫Police officers 那么Anborkes以及广播 这个所谓的广播媒体 are returning正要回到了这个 are returning正准备要回到了这个Southern City 这是南部的一个城市 所以叫Hersen 阿尔松 那么在什么之后呢 紧接着什么之后 就是在什么之后呢 会发生这个事情 紧接着 紧接着这个withdraw withdraw就是撤退 撤退名词 非常重要这个是withdraw 那么撤退什么呢 Russian Troop 也就是俄罗斯的troop叫军队 名词军队 部队 他那军队呢 撤退了 那么如果大家从这个新闻媒体 应该知道 他这个有一个地涅薄荷 地涅薄荷 那么赫尔松在这个地方 他这个俄军 看这个情况已经没有办法 这个再撑下去 于是呢 怕这个兵 这个俄军不断的耗损 所以他把这个兵力呢 撤退到地涅薄荷一东 地涅薄一东 那把这个桥呢 很多的桥面都把它炸毁掉 防止他们在 这个不断的进攻 所以他现在整个撤退到了地涅薄荷一东的地方 所以变成东西两边 现在开始对峙 开始对峙 那这个整个俄军的现在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所谓的重新的部署 那到底这个乌军会不会继续蹭蹭追击再去打下去呢 这个我们就要看后续的情况是怎样 那么好 这个薄荷是撤退of Russia 那么这个俄罗斯的军队撤退之后他们就开始回来了 after在什么之后呢 时间长达more than eight months 那么八个月也就是赫尔松市这个地方呢 是已经被俄罗斯 那么这个俄国呢 俄军呢占领了这个八个月的时间 现在整个呢 终于把它收复回来 所以整个这个人民呢 那个乌军呢 非常非常高兴在里面 好 今天八个多月的时间了 超过八个月 of occupation 这个就是名词叫占领 occupation 占领 好 那么the chief 这个叫首领的意思 名词首领 或者是队长首领 那chip 首领 那什么的首领呢 of the national police 国家警察of Ukrainian 那么说乌克兰的警方 警察单位的 国家警察单位的最高首长 最高首长 那么谁呢 叫以后克里美口 以后克里美口 最高首长 他说了什么事情呢 in the Facebook 他这个发表一件事情 是在一个他的这个脸书的post 贴文 在脸书的贴文里面 他公布了一些讯息 就说 on Saturday 在礼拜六的时候 他说呢 sum 这个sum是about的意思 注意 一般我们在国中讲sum是一些的 但是注意他这个地方有个200 有数字的时候sum会变成 在翻的时候变成about 大约的意思 或是around 大约 那么就大约是200 officers 那么所谓的200个 这个所谓的警察 we're at work 正在工作 在这个城市里面工作 那么他是怎么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逗号 那么Anderson 一定要用分尺setting up 就成立了 用分尺结构成立 成立了所谓的checkpoint check就是检查point 是点的就是检查站 检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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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以及呢documenting documenting 这个地方本来是名词叫做文件 但是当这个地方叫Anderson 就表示动词 那么动词的话 它叫做记录 把什么事情给记录下来 把什么事情给记录下来 记录了记录一些evidence 一些证据 证据 evidence 当然这是名词 记录一些证据 什么证据呢 possible 可能战争犯罪的一些证据 开始搜索一些证据了 就是说军队进驻之后 接下来就是警方的工作了 要来调查一些 在这个战争期间所犯的一些 这个罪的一个证据 叫war crimes police teams also were working 那么 警察这个 这个team的团队呢 也正在working 正在努力的去怎么样 identify 这个动词叫辨识 分辨辨识 分辨 辨识 判别 identify 辨识以及呢 neutralize 这个字也非常重要 就是动识 就是 这个本来是中立化的意思 中立 中立化 中立 站中立不偏左 不偏右 但是呢 这个地方叫做 所谓的这个 把它 去除掉 中立化就去除掉 去除 清除 去除 消除掉 叫neutralize unexplored explored explored 就是爆炸 unexplored 就是否定 那么卫爆的 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形容词 也加ED 变分词 卫爆的一个 odernous odernous 就是炸彈 炸彈 那么这个字也可以叫军械的意思 odernous 军械啦 或者是 这个所谓的火炮 odernous 把这些 这个卫爆的 也清楚有时候不小心踩到 砰的一声地雷爆炸 或者一些炸弹 可能还有一些危险物 所以把它全部清除掉 所以你进去之后 虽然收复这个 赫尔松 但是后续 非常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包括警察 广播 神力电台 跟安抚居民 等等一大堆事情 还有这个 因为那个地方战争 所以他也缺水缺电 等等 后续很多工作都要做 后续很多工作 不是说 赢了之后就 没事了 然后事情很多 而且要开始 也要建立军事的一些 部署等等 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 odernous 这个卫爆的炸弹 以及呢 同时发生一些 a sapper 叫公兵 公兵 那么就是 在军队里面 从事这个 造桥 或者挖壕沟 等等这些 或者清除炸弹等等 就有一个工兵的 sapper was injured 受伤了 在礼拜六 while 当了 Dominion Dominion 本来是1 去1加ng 动词就是清除了 去除 再清除这个 所谓 Administrative Administrative 本来是Administration 是名词 叫做行政单位 这个叫行政单位的 行政 就是政府的 政府部门的行政单位的 所谓的building 大楼的时候 发生事情 受伤了 是不是突然 弄到这个 卫报单 或怎么样 这个地方是没有讲清楚 但是是受伤 受伤 所以呢 Clinico said 他就说了 整个事情 就是他在脸书上所描述的 一个整个 目前呢 警方进去的 一个状况 还有这个整个清楚 整个过程 所以说 后续的事情 是非常多的 非常多 Ukrainians 这个 乌克兰的这个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就是通讯 沟通communication 通讯的 washtow 就是监查单位 监看单位 监查 这个washtow 是看门口 看门口 就是自己监查的意思 查看的意思 监查单位 单位 监查部门 他就说了 国家的TV 的电视 以及Radio 后面呢 等等是说明说 开始呢 resume 重新再启动 开始启动 也就是说 进去之后呢 两件事情先做 就是第一个 警方 开始整个 这个 这个查一些证据的 或者 请那些 来 警察 团队的开始 清查一些 微爆弹等等 这些工作 或者犯罪的事实等等 或者检查站在查一些可疑人物 知这个有关治安的问题 再来就是有关于广播 因为它需要 这个媒体等等 要使得 这边的人能够了解到 内外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 进去之后 立即要 那么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速度效率非常的快 军队进去之后 开始内政的一些 工作开始 或者是 传播的一些事情 开始运作 这就是目前呢 这个 这个乌军的 进入赫尔松 说过赫尔松之后的 所展开的一些 一些 这个动作 当然 后续 到底 这个从地孽伯河的对峙 会不会再突破 再打 甚至呢 往南到的这个克里米亚 等等 后续的相关 那现在也有人说 会不会这是 这个俄罗 俄国的一个计谋 就让他们进来 然后再做一个包抄等等 这很多都在 都会都在 还要再继续观察 就是说 就是说 赢的也不要太 兴奋 可能要非常小心 后面呢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 一个情况发生 那当然这个整个 情形呢 后续如果 有这个相关报导 我们会在这个我们的 新闻的这个 这个 解析里面呢 来继续 再来讲解 当然也希望整个节目呢 如果对大家来 是有帮助 别忘了 订阅按赞分享 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以及收到我们 最新最新的片子讯息 期待 下次新闻英语解析见面 谢谢